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守护健康频道 接着我最近在这个系列视频第249期 与大家分享的冬季呼吸健康景序 我想继续与大家再谈谈一个很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 叫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英文简称COPD 这是一组很常见的肺部疾病 特别是在吸烟或曾经吸过烟 甚至是吸二手烟的群体 还有啊,在近几年 由于新冠肺炎的影响 慢性咳嗽的个体越来越多 是否今后会导致COPD 还需要我们大家高度警惕 COPD是一种慢性进行性肺部疾病的种称 通常呢,包括慢性支系管炎和肺气肿 它的主要特征是气道阻塞 使患者呼吸困难 关于COPD患者的气道阻塞 是因为慢性炎症引起气道壁的肿脏 分泌增加和气道壁的纤维化 导致气道疏缩和粘液浓稠 形成痰液堵塞 成为慢性支系管炎 气道堵塞的程度 早期一般可以通过支系管扩张剂等药物 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但是许多情况下 结构的受损是渐进性的 是不可疑的 严重时还会导致肺气肿 肺气肿是指肺组织的囊状扩张 无法将污足的空气排出体外 气泡扩张 严重时导致气泡破裂 减少气体交换的表面 这使得患者更难以 有效的吸气和呼气 进行气体交换 血氧度降低 大家知道我们正常成人的血氧度 是大于95% 在我常常照顾的COTD病人 他们的血氧度常常在90%左右 甚至更低 所以患者常常会感到凶猛 甚至有不同程度的呼吸困难 尤其是在进行体力活动的时候 使得他们慢慢的也减少了体力活动 呼吸困难会逐渐加重 在肺气肿的病人 严重时 他人的形态也改变了 胸部成筒状 坐着要用双手放在膝盖上 支撑着身体来呼吸 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影响全身各器官 特别是心血管功能 导致COPD的重要原因 除了以上提到的吸烟以外 还有经常吸入污染的空气 例如烟雾灰尘化学物品 等呼吸道刺激物等等 美国肺脏协会还指出 年龄在40岁以上 儿童期的肺部感染 也是COPD的危险因素之一 还有遗传因素 美国肺脏协会呼吁 认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早期 预警信号非常重要 它们包括气短 慢性咳嗽 嗑痰 气垂 孝明婴 胸闷 疲劳 或者是反复的肺部感染 例如急性肢气管炎和肺炎 如果您有以上的症状 或相关的危险因素 应该尽早咨询您的一生 诊断通常基于患者的症状 病史 肺功能测试 和胸部影像血浅检查 例如X光 及早的诊断 就会有效地得到管理 可以减缓病情的发展 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COPD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疾病 疾病的早期 可能不出现任何症状 非常容易被人忽视 一旦出现症状 可能已经有了不可逆转的组织 或器官的破坏 所以我们应该从预防着手 不抽烟或者是立即戒烟 避免呼吸道刺激物的影响 必要是戴好防护口罩 还要注意采取各种预防措施 来避免呼吸道的感染 接种季节性的流感疫苗 新冠疫苗 根据美国CDC指案 60岁以上可接种呼吸道荷包病毒疫苗 65岁以上应接种肺炎囚菌结合疫苗 但是在CDC建议年龄以外的COPD的患者 也应该接种肺炎囚菌结合疫苗 具体情况请您咨询您的医生 平时要注意呼吸道保健 加强呼吸道功能的训练和呼吸的康复 必要时用药物治疗 例如用气管扩张剂和肋骨唇等等 总的来说 要有综合性的医疗和自我照顾的技巧 下期视频 我准备在频道内 医疗保健百宝箱的栏目里 做一些有关自我照顾的示范 希望有需要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那好 今天的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 请您点赞订阅并分享 订阅的时候 请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会收到我视频更新的信息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问题 请您在留言区留言 我会注意并及时回复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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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